时代仅剩300生命值 他能创造翻盘奇迹吗 先嘴泡一顿 给自己加下神抽buff 然后让大家注意看 神抽搞起 是战士的生还 将羽毛人从目的加入手牌 然后又是出场最高的组合 素材劳魔羽毛和女郎 融合召唤火焰一员 万丈目不慌 武装龙攻击是2800 但时代表示奇迹马上就要发生 陷阱卡奇迹小子 当目的每存在一只英雄小子时 就可以下降对方怪兽400攻击力 于是武装龙变成杂鱼龙 这下轮到时代站起来了 让劳魔直接开稿 摄影师感觉情形不对 瞬间切换转播画面 而排局这边武装龙已经被击败 并且因为劳魔的效果 将武装龙的攻击化作伤害给予玩家 于是时代获得胜利 而万丈目因为失败 正在被两个哥哥说脚 别说感觉越来气 甚至想伤手 突然被时代叫停 于是双方一顿嘴炮交流 并且因为时代有主场优势 轻松劝退两位老哥 而万丈目也决定留在学院 校长挥泪告别万丈目 但突然想起正效之卡没有收回 哭得更加伤心 画面一转到了第二天 大德四老师带队 标准三男一女组合 进行探索遗迹的活动 突然时代表示饿了 于是探险变成露营 而刚想拿出食物 结果拿出已经吃饱的伐老猫 瞬间泪洒当场 而老猫吃饱就开弹火 挖出了一个特殊物品 突然周围绽放绿光 一阵特效过后 时代惊醒 梦回王阳故乡 并发现伙伴们要被活买 而自己也被包围 我去试你吗 王阳老爹 因为之前坟被刨过 所以化身为守墓一族 将时代一行荡成盗墓贼 而想要不被制裁也很简单 没错 那就是打牌 打牌呀 这个我擅长 看见没打牌家伙都带来了 于是搞起搞起 好家伙带上这决斗牌 是有古王阳老爹的气势啊 不过这是场黑暗游戏 输了五人都要被变成木乃伊 又是场打牌赌命的决斗